講吧 你不但腳的關節不好 你連整個的脊柱 腰背的骨頭都有問題 我告訴你 你要特別當心 你吃的東西要當心 我現在看你的脊柱上 一排全部都是活的那種小動物 有蝦有魚什麼的 凍在那裡 聽得懂了嗎 聽得懂 你肯定小的時候吃了太多的活的東西了 是 你現在每天往生週要念49遍 好 乾脆的嘛 乾脆 還要當心 你的肺也不是太好 經常會咳嗽 而且天衣不好 氣就喘不上來 是 啊 身上還有一個孩子啊 身上還有一個孩子 小孩子啊 聽得懂嗎 聽得懂 我不知道是你媽的還是你的 跳來跳去 他就是搞你骨頭呀 你 他今天 他經常晚上讓你抽筋 是 是 是呀 是 這個這個幹嘛 經常抽筋聽不懂啊 聽得懂 當心一點 左腿有一點萎縮 是我的左 左關節很不舒服 很痛 其他沒什麼 還要問嗎 還要問什麼 我想問我的左手 現在就是腸張不開 腸張什麼 張不開 手什麼 關節 老鼠 沒什麼大問題 靈性主要是在你的脊柱上 手上沒有靈性 你經常要鍛鍊把自己手要撐開 好 聽得懂嗎 聽得懂 經常像做廣播體操一樣 經常動動 好嗎 好 氣量要大一點 好 氣量太小 想不開 是 其他沒什麼 還有啊 你結婚了沒有啊 沒有 你特別要當心 你的感情運特別複雜 你可能會談兩個以上 才能結婚 聽得懂嗎 聽得懂 已經談過一個了 吹掉了 鼓掌 明白了嗎 明白 好了 師傅我想 看我需要多少的小房子 跟放生多少的魚 小房子 問題不大 一共兩百八十張 放生於三千五百條 好 謝謝師傅 好吧 要記住啊 你別看你頭髮多啊 你的頭髮掉了很厲害啊 是 是 其他沒什麼問題 謝謝師傅 好吧 嗯 多洗腳 腳不打洗的 我